歡迎收看全民音簡終極寫作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全民音簡終極寫作的時間 今天我們將延續上一次 有關於寫一封書信 來回覆一個住在美國的友人 還有一個建議 到底每一個月來台灣的時間應該怎麼樣 到處去走走 看看旅遊的一個計畫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經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繼續把整個這封信給完成 好 那麼上次我們就提到有關於這個所謂的淡水的部分 那麼從這個地方開始講到 要提到一個淡水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 也就是所謂的紅毛城 上次我們講到這個景點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提到紅毛城 我們看一下 You can also visit famous history 你也可以拜訪非常有名的歷史的一個 monument 一個紀念碑一個景點 monument 就是所謂的Fort San Domingo 紅毛城 Fort是一個堡壘的意思 Fort San Domingo 就是紅毛城 好 看完這個景點之後 and land 然後呢enjoy 享受這個delicious 非常美味的這個 food 食物 at the nearby nearby 這個字可以當行動詞也可以當food詞 都是附近的附近底 那麼這個當然是當行動詞 因為後面有個night market 那麼可以這個 享受這個美食在附近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夜市 enjoy the delicious food at the nearby night market 好 所以這個地方有美景又有美食 的確是值得 Wool's visiting 值得一訪 好 接下來呢 從北部直接到了東部的地方 我們看 in Eastern Taiwan 在東台灣 花蓮 is your first priority because of his pristine beauty 好 那麼在東台灣的部分 就東部的台灣呢 花蓮的確非常美麗 is your first 是你的第一個首選 priority 這個字非常注意 就是首選 優先的意思 優先 優先 首選優先 那麼它有一個片語叫 give priority to 就是以什麼為優先 那麼比如說 give priority to the old word 以老人為優先 那麼通常priority這個字 也可以叫做博愛座 或博愛座就是priority 好 那麼 由於 這個是優先 由於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會以這個 花蓮 花蓮為優先 由於它的pristine pristine 這是一個形容詞 這是原始的 非常原始 beauty 原始的美 保存的非常好的一個原始之美 叫pristine beauty 那麼它這個畫一個dash呢 就是講得更清楚一點 它的這個所謂的原始之美 是怎麼樣的之美呢 這個地方講到clean stream 清澈的溪流 非常漂亮 清澈的溪流 streams 還有blue seas 藍藍的海洋 藍藍的大海 叫blue seas and the spectacular mountain 壯麗的這個山 非常壯麗的山 有河啦 有溪啦 有山啦 非常 構成一幅非常美麗的圖 非常漂亮 所以這個叫spetacular 是壯麗的 壯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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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壯麗的 壯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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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也可以等於 magnificent magnificent 或者是spranded 或者是marverous 非常非常的 這個奇蹟般的 marverous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一個moutains 這是所謂的東部的部分 好 那麼再來看一下最後 you can spend the last two weeks 你可以花最後兩個禮拜 在什麼地方呢 South and Taiwan 南台灣 那麼especially 特別是在墾丁 canton 很多 這個人呢 國外的人呢 到台灣來 他一定最後呢 在南部的話 一定會跑到墾丁 這個所謂的 national park 國家公園 那麼為什麼呢 It's a fabulous fabulous amazing notable 非常的 棒的 非常棒的 這形容詞 wonderful 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那麼to enjoy 可以欣賞的是什麼 accredits accredits 形容詞 水深的 那這個地方我就翻成海洋的 海洋之美 叫accredits beauty 海洋之美 那麼layer 在那個地方呢 you can go snorkeling go加上ing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從事一種活動 像我們go swimming go shopping 等等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go加一個ing 表示活動 那麼snorke 這個字是浮淺的意思 那當然這是一個名詞 這個浮淺 可以想說這個浮淺 那麼在可以看到很多海洋的生物 snorkeling and see a lot of colorful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多彩多姿的cora reef 就是珊瑚礁了 珊瑚礁 珊瑚礁 那珊瑚礁岩 叫cora reefs 珊瑚礁岩 and the marine 以及呢 形容詞海生的 海洋的 海洋的 海洋的這個什麼 生物 可以看到珊瑚礁岩 cora reefs 以及呢 海洋的生物 比如說像什麼呢 比如說 jolly fish jolly fish 就是所謂的水母 水母 還有star fish 海洋 以及呢 tropical tropical 是形容詞叫做熱帶的 熱帶 熱帶 熱帶的魚 叫tropical fish 當然種類很多啦 它就統稱為tropical fish 熱帶的魚 等等 這麼美麗的這個 海洋生物 所以當然是值得去看一下 東部的這個美景 以及海洋的這個整個生物 美麗的生物 好 最後呢 再提到一個結論了 最後一段 do you like my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是一個名詞叫建議 就有點像我們講suggestion suggestion recommendation 我的建議 我的提議 你這個 喜歡我的提議嗎 for your trip 對你的這個 旅遊的一個建議 怎麼樣的一個行程安排 那麼你會接受嗎 我覺得不錯嗎 if you still have further question further這個字呢 就是far這個字的一個 比較集叫更進一步 那far這個字的這個比較集 有兩個一個叫father 那麼father的話是 形容詞是指更遠的 它是指實際的距離 更遠的 而further這個字呢 是指更深入的意思 不太一樣 雖然是通常 全部都是由far這個字來 這個當這個原集 但是它一個是指程度上的深入 一個是指距離上 實際距離 所以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叫further 一個叫father 會有更進一步的問題的話 you are welcome to email me 隨時歡迎 再寄這個email給我 我會這樣 再把這個你所提的問題 也在盡知 我所知道的來 跟你 詳細的來做一個解答 那麼這個 最後呢 不要忘了 最後一定要把你的名字 Tony 寫在你右下角的地方 一定要寫出來 這是一個書信 左上方 親愛的什麼人 最後 再寫上你自己的名字 這是書信最基本的格式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 整個全面影響終極協作的一個節目 也就是把一個整個 一個英文書信的一個完整的呈現出來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下次全面影響終極協作見面 謝謝